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今年107年 考上高一后西一的 就是红利亭 然后我是本来是就读成大生科的 然后今年是我第二年考这个考试 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差了一点点 大概十分以内吧 然后那时候有点沮丧 但是还是 就是其实也没有花很多时间难过 就想说再拼最后一年 因为家里的人其实也不是 就是说要让我无限的考这种考试 就是有一个期限在 应该就是两年 所以如果两年没考上的话 可能就要签字愿意或者去做工 然后这个考试就是 其实我觉得考这个考试 大家心情都不太好 因为就是关在这个地方 就是关在补习班就是一整天 不是一整天 大概六个小时的课程 就是其实一整天上下来 就是心情其实很差 然后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 然后考两三年或是以上的 就是更是不计其数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大家真的要想清楚自己 到底是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 是为了家人的期待 还是为了自己真的很想要当医生 那如果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很想当医生的话 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就是你真的很有决心的话 那接下来我可能就是简介一下 今年我这五科的念法 就是去年的时候 首先我先讲一下英文 就是去年的时候 英文课 我有的时候会缺课 就是可能因为自己 一些就是偷懒或者是去运动 然后我就没有来 但今年就是痛改前非 就是每一堂英文课我都要来 因为就觉得已经没有退路了 所以我就是都来上现场 然后老师都会说 就是随着学期这样一直前进 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我真的觉得 能来到最后的人 就是会成功的人 因为他们就是比你们更勤劳一点 每天都坐在这个地方 即使他们都听过了 但是再听一次 就是印象会更深刻 所以我觉得英文就是你要来上课 无论你觉得老师教的是你早就会的 或是你觉得很简单 或是你根本就觉得对你没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来就是会有帮助 因为你在那边 你在课堂上 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连笔记都不用操 你光看老师上课 讲解的单字 你就一堂课就可以背十几到二十几个 然后我个人在英文这方面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做的是背单字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练文法 或者是阅读作业 但是我是喜欢背单字 因为我觉得背单字就是在哪边都可以背 然后因为我还蛮常用手机的 就有点手机成因 所以我就会下载那个背单字的APP 然后就是狂背 然后效果其实都还不错 接下来我想要分享化学 化学第一年我准备的时候 也是一开始很有冲劲 就是都来上证课 可是到了中期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小考 我感觉每次来我都写不完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对化学好像就觉得 为什么我每次来都写不完 然后回去的题目也写不完 甚至来上课的时候 又有点好像跟不太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症状的时候 我开始转成就是来这边听那个TV补课 转成TV补课的那个效果 我觉得真的没有证课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化学真的就是要来上证课 然后今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每一堂小考都会提早半个小时来考 就是那个小考考卷 一半是后期的题目 一半是后中期的题目 我都全部把它做完 然后就是让自己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 可以完成那些题目 对于我在日后的真正的考试的时候 就不会那么的害怕 因为平常每个礼拜都在练习 就练习得很烦的 到时候你看到真正的考卷 你也会觉得很烦 很想要一下就把它写完 就真的可以写得完 接下来是生物 生物老师 黄彪老师就是我大学的学长 然后他教的真的是 我觉得他教的就是相当的不错 就是他整理的表格 还有上课的一些幽默的对话 或是一些他个人读到的见解 还有一些补充资料 我觉得相当的详细 然后今年我觉得他和去年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把很多很细很深的东西全部砍掉了 就是让一般的新生也可以很快进入状况 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后中还是后期 他们的考试都是略去 比较像是比较偏大观念 然后没有考得很细很专业 所以如果你一直去念很细的东西 其实你反而会考不高 这是我觉得这几年后期考试最大的差别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深化 深化老师就是渔船 然后渔船老师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敬业的老师 就是他每次上完课或是课中休息的时候 都会让同学问问题 甚至有的时候问到很晚 然后他上课的那个态度 你就会觉得他对这个事业是有热忱的 就是他是真的想把大家的深化教好 教到你真的可以上榜 所以我觉得就是相信老师 然后他上课的笔记你全部都抄一抄 就是不管你是要乱抄还是闪着抄 还是把它整理成一本笔记本 我觉得只要你看得懂就好了 就是最后你一定可以用得上 这样的话就对你就会很有帮助 最后就是我想要推荐各位就是物理老师 就是杜博老师 然后杜博老师其实就是和我非常的好 无论是就是在课堂上还是私底下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特别的就是帮他推荐一下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其实这两年 我都觉得物理是我最擅长的科目 不是因为我物理考比较高分 而是因为我是真的比较喜欢物理 因为在这种很多被科的考试里面 有一科是不用记忆那么多东西 而是你看到题目后你可以自己想象 然后产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就是对于那种僵化的大脑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其实很喜欢想物理的问题 比起在那边可能背一个什么表之类的 物理我个人的念法是 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题目之前 我会想说如果这题他没有教我会不会算 我就会先在旁边算一算 那如果算出来和他的结果不一样的话 我就会打一个勾 因为那就代表 这就是我真正考试的时候可能错的 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上一堂物理课的时候 很多观念或者是题目的解法 你听老师讲都觉得很轻松 可是当你自己遇到那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认在那边什么都做不出来 或者是只要题目转个弯 或者是换个方式问你 你可能就是连解法切入的点都不知道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学物理最大的问题 因为物理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很讲求天分的 像我自己的弟弟是台大物理系的 他解题的策略跟观念就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第一年考试的时候 我很多不懂都是问我弟 可是我弟可能就是两三秒就知道怎么做 然后甚至他会告诉我说 为什么要用这么正统的方式去解一个题目 就是物理好的人 他们其实可以想到很多种解法 甚至他们就知道哪一个比较快 可是像我们这种非本科系出身 或者是物理本来就不是很好的人 就是真的是需要练习 然后找出哪一条解法是最适合自己的 或者是在考场的时候真的可以想得到的 毕竟后期是要在100分钟写90题物理加化学 有的时候你题目看完就已经快要一分钟了 然后你笔拿起来还没写之前 你那一题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到了 所以我觉得物理跟化学那一份考卷 要能考高分的关键 不是在于你比别人强 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勇气跳过 因为很多人在面对一年 如果有或是就没有的那种抉择的时候 他们会很紧张 就想说我准备了一年 结果我却要跳过那么多题目 这样我是刷赛了 可是真正考试的时候 考上的都是那些跳很多题目的人 因为他们把很难算或者是很简单 但是要花很多时间算的题目全部都跳过了 然后他们选择先拿两分题 再拿一分题 这才是成功的关键 然后杜伯老师上课的时候 其实他讲解题目是讲解的相当详细的 所以就是只要你上课有专心听的话 应该都可以听得懂 然后我也觉得很多人都很排斥物理上微积分 或者是比较难的数学 可是其实物理就是建筑在数学的基础之上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些预先的概念的话 其实你物理真的会听不太懂 那所以先修课就很重要 所以建议他家物理先修的时候 就可以先来听 把一些基础的数学弄懂了之后 再去钻研更深的学问 我觉得就是比较轻松不少 当然老师我觉得他也是相当的有耐性 然后下课的时候都会让同学问问题 甚至会待得很晚 然后综合我这一整年来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算是就是起起伏伏 因为一开始决定在考第二年的时候 其实是充满斗志的 结果在11月多的时候 就是突然就经历了分手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很不想要再念书 就是也不太想考 因为觉得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考这个 甚至就是我那时候才开始思考 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考后悉 是为了女朋友还是为了自己 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当医生 这个问题 其实我就是在11月到12月之间 不断的在思考 然后我后来才决定 就继续考下去 然后那时候其实每次来上课的时候 老师在K版上讲什么 我其实都不太知道 就是我甚至上着上着眼泪就流下来 然后就是很感谢那个时候的同学 就是像我今年也上网的同学李亨 他那时候就安慰我要继续撑下去 然后其实每个老师都有安慰我 就是让我觉得高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 就是因为其实这些知识 无论你在哪里其实都可以得到 然后只要你练习你都可以考得高分 可是他们对于你的这个关怀 我觉得不是每一间补习班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最推荐这边 然后当我分手后 其实我差不多到二三月的时候 才比较进入状况 可是六月的时候就要考试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 然后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我在家念书的效率不是太好 都会想要躺在床上看 所以最后我选择就是来补习班念书 就每天一定要逼自己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来这个地方有冷气 然后又会是座位式的 所以你就不会想要躺下 你就会想要在书桌上念 然后也在这边认识了不少 就是考后中西医的朋友 然后他们也是给予我不少的支持 还有鼓励 甚至就是还把笔记给我看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就是统整能力不是太好的 就看别人的笔记 我其实觉得还不错 然后想一想 其实就是这条路真的是不容易 然后我也曾经问过考四五年的学长 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考那么多年还不放弃 他就说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确定 这是他想要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当医生的话 就真的不要放弃 因为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 然后最后 我想要送就是 无论是落榜的 或是还没有踏进这条路的人 一句话 作为总结 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成梦想 但只要全力以赴 每个人都可以没有遗憾 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写照 就是如果今年我没有考上的话 其实我可能就不会继续在后悉这条路上 但是 我可能会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拼尽全力 才放弃这条路 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 或者是义务意的事关 自愿意的事关 但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其实你们就是 都可以问自己 因为 只有当你拼尽全力的时候 你才不会留下遗憾 然后希望各位学弟妹们都可以 就是 为了梦想奋斗 然后 不要轻言放弃 因为只要你想 你真的很真心 想要完成一件事的话 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好 这就是我的心得 还有吗 好 好 我 好 我 好 我